好,我們還有兩分鐘喔,各位再稍等一下喔 好,各位再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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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再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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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聲音是不對的啊,你聽得到我們講話嗎? 靜宜,聽得到的話打個手勢 靜宜,應該要有聲音喔 好 等下我直播,開會上課,不要吵我啦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我第一次當主持人 葵漢要幫我們上課,所以等一下就注意聽 然後有問題,等一下我們結束之後就盡量問他 那我們就要開始囉 我現在有檔案要分享,要放在哪裡 等一下我會把主持權交給你 我們下面會有共享螢幕 我是說檔案 他要給我們 我會有一些需要匯賂的檔案 等一下大家要跟著做嗎 我不知道,還是不要 因為大家的螢幕都在看,應該也沒辦法 那我就之後再分享 之後你再把檔案看丟在哪裡 我們社群再用 好,那我就把管理權交給你 好,看到了 好,交給你了 OK 大家有看到我後面嗎 有 OK 好,那我們就首先 我有做一個講義 這是我上次去台東分享的一個簡報 那今天的大數據部分 主要是運用到Google的語音 語音辨識資料庫 那我會把這個課 比較重點在介紹如何應用表格 因為我發現一般我們在做Squatch 我們在研習的時候 比較少會運動到那個 表格部分 好 那首先我們會先 我今天要做的是那個 英語字典的範例 所以我會先下載一個 國中英文字會參考表 那你可以來這邊直接下載 那這個內容 是什麼不重要 反正就是我要出什麼題目 我就下載什麼樣的表格 那盡量是找這種 英文跟中文 就是題目跟答案是分開 而且用XL等你好的 好,那我們 我直接打開那個範例檔了 那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這邊 他已經分好了 左邊是英文單字 右邊是中文 中文 那我首先把他扣出來 那這邊總共有987筆 我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呢 我先開啟一個檔案 他就叫做文字文件檔 那我剛剛摳的是英文 所以就打英文單字表 然後點進去之後 看錯了 我直接把它貼上 然後這個最後把它刪掉 空白數刪掉 那這邊一定會有987筆 那我把它令轉清檔 那這邊比較特別注意的是 這個地方 你要記得把它改成 UTF8 如果你要匯入 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 你一定要把它改成UTF8 讓Squatch才能夠 解釋它 那我們就把它存檔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 錄製中文的部分 好 一樣按右鍵 複製下來 那一樣我到剛剛的資料夾 右鍵新增一個 文字文件 那邊是 這邊是中文 單字表 一樣編輯它 然後一樣把它貼上去 那檔案 寧存新檔 那這時候 一樣要選擇 UTF8格式 再存檔 好 那這樣子我們的那個 Database就已經做好了 那也就是說 我只要一次就可以把 不管你 一千筆兩千筆 都可以用這方式 一次把它匯進來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到 Transform 這邊 那你要用 S2A S4A都可以 那我選擇 S2A 那我們不需要用到 Arduino 因為我們主要 只要運用到 Cotoroba 它這裡的 網路的功能 好 那我先把它打開網路 那我先把它打開網路 連線 我怎麼聽到 垃圾車的聲音 麻煩各位 麻煩各位 左下角那個靜音的部分 請按一下 麻煩各位 左下角靜音的部分 請各位按一下 我要怎麼看那個 我應該有 OK 那我把各位先經營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到資料這邊 我要建立一個清單 那這邊就叫做 等一下 這邊就有一個英文單字表 然後 建立 那我再建立一個 中文單字表 那就會兩個表了 然後從這邊 我就右鍵 匯入 我剛剛的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裡 英文單字表 就把它開啟進來 好 那你稍微看一下 它的長度是不是 跟剛剛一樣 987 那這邊一樣 中文匯入 我們找到 中文的單字表 這裡 好 那你這時候要檢查 是 兩邊的長度 是不是一樣 那我們頭尾 檢查一下 第一筆是It 就是這 那的意思 然後它最後一筆是 大眾捷運 那這邊最後一筆是 MRT 那頭尾一樣 然後長度一樣 那表示我們這兩個 表格 的 對照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好 那 簡報這邊都有寫 先複製英文的 再複製中文的 好 好 來接下來我們要做提問的動作 就是我要問問題 那問題 我們會先用利期 那接下來我會用到提問 好 那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當你按一下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那這時候 你可以打入你的名字 那這時候 你剛輸入的那個字 會跑到 這個答案這邊來 所以它變成這個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利用這個 去做比對的動作 好 好 那我們先稍微來做一下 當他問 你叫什麼名字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回答 你打進去 那他會說話 他就說 我們把它合併這個 好 那我們再測試一下 點綠期 你叫什麼名字 我打我名字 那他就會把 前面的字串 跟這個 我的答案 合併在一起 原來就是某某某某 那這個是等下 我們會去運用到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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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這邊 我們要先設定 一個定義變數 叫做 搜尋位置 好 那我們就在這邊 建立一個變數 叫做 搜尋位置 然後 一開始搜尋位置 要設為 零 因為我們要從第一筆 開始去做 比對的動作 好 那接下來 有點忘記了 他要一直去找 找到我的答案 要等於 這個功能 item 搜尋位置 英文列表 那這地方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裡 等一下 item 多少 列表 那這是什麼功能呢 我先把我的英文列表 打開來 那我如果要找 第987筆 那這邊打 987 按下去 你會發現它這邊 出現的是 MRT 就代表這裡 也就是說它會指到 這個英文列表 裡面的第987個位置 那我如果要找的第5個位置 按下 所以它找到是第5筆 也就是 another 這一個 another 所以它會去找 我打入的答案 是不是符合 我要的這一個 所以我們要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 重複執行 直到 我的答案 要等於 我輸入的 我輸入的答案 要等於 列表中的某一個數字 那如果找到之後呢 它就要做 做什麼樣的反應 那 我們這時候必須 每 在裡面 加一個 搜尋位置 改變1 它如果找不到 它就會找第二個 找第三個 找第四個 好 好 那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你們看這邊一直在跑 找不到 這就代表我的裡面 智庫裡面沒有 Hello這個字 再重來一次 我找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智庫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智庫 我忘記把變數放進來了 不好意思 這個要放進來這邊 好 它會找到 它在第265筆這裡 好 那我再測試一次 Lion 它會找到在第864筆 好 那我們也可以到 列表這邊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在這一筆 864筆 864筆 就是我們的Lion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已經做完 自動搜尋我列表裡面的這個東西了 好 好 那他找到之後 那他就做一件事 他講 他就把這個東西說出來 說 好 那他就找到第864筆的 中文列表 好 那我就兩個都做 一個叫 英文 一個叫中文 好 再打一次 H1 他就說 Hello 就是你好的意思 好 那這樣其實我們已經做完 簡單的一個 問答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運用到 過程 你選是哪一個 啊 什麼 那個聲音的是哪一個 聲音 voice 他是在S21裡面吧 那個嗎 不是 S21裡面吧 Kodoro吧 S21 然後通用 沒有一個 voice Voic 在這裡 嗯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這個東西 這叫語音資料庫 那我來做一件事情叫錄音 我們先在旁邊測試一下 你要解釋一下 等一下 你要解釋一下 剛剛的動作 有很多老師可能是第一次用Transformer 哦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打開的時候並沒有把它抓出來 好 那我把他移除掉 那我們 原則上 他在這邊的時候應該要自動把它打開 那因為我剛打開的時候可能剛好遇到更新 所以他並沒有自動把那個擴充機幕給放進來 哦 那所以就會導致發生說我打開也沒有這個擴充機幕 那基本上 我先把存檔 原則上你在這邊選好的時候選擇這個擴充機幕 那選擇S2A之後把連線 他這邊就會自動幫你把所有的擴充機幕都放進來 哦 那只是因為我剛第一次開的時候 他可能遇到那個 那個Air的更新 哦 那個AdobeAir更新 所以他就沒有進來 沒有轉進來成功 哦 那萬一你沒有轉進來成功的話 你也可以透過剛剛的方式 哦 那我把關掉 你按住Shift 然後再按這個檔案這裡 你會看到一個匯入實驗性HTPP的擴充功能 然後特別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再點率期運行的情況下 你是沒有辦法匯進來那個擴充機幕的哦 所以你記得一定要按紅燈 把停掉哦 然後從這邊 Shift按住它 會入實驗性HTPP的擴充功能 哦 那這些 這是易學寫好的那個擴充機幕 然後呢 他就放在文件裡面 有一個 Scratch Project這裡 然後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Codoroba 再進來之後到 X2E 那所有的擴充機幕都在這邊 那我們剛剛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功能是在 通用機幕這裡 有一個Voice 就是語音功能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就檢視一下 綠燈 綠燈就表示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這東西有什麼好玩的呢 我們先按錄音 大家好 葵漢把你的積目放大一點 好的 好 你會發現我錄音完之後 這邊出現了一個 大家好的那個文字 也就是說我講什麼 他就自動會幫我辨識 再一次 今天天氣很好 那現在Google的那個語音辨識能力還蠻厲害的 也就是說他可以 辨識率的準確度很高 那我如果想要讓他念出來 那我就把這東西放進來 我們念 念完錄音的那個字 會放在這個語音資料這裡 就這一個 然後只要把它放到這邊來 按一下 今天天氣很好 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併在一起 你 你會發現他 按錄音之後 他就馬上跳這個 他這邊雖然寫錄音三秒 但是他執行這個程式 其實只有一下子而已 也就是說你必須自己在這個中間 這兩個中間 加一個等待 你錄幾秒 你就給他等幾秒 然後記得你他再給他多加 一到兩秒 那這要依照你的網路速度去判定 因為他還需要 辨識的一個判斷的時間 所以我假設給他一個五秒 今天天氣很好 把它判斷中 今天天氣很好 他就自動會幫你的話給轉出來了 那我們也可以 這個是轉中文 那這個是轉英文 那這個是轉英文 那記得我們中間也加個鍵格 那你會發現 當我把英文放到轉中文的時候 他會直接用翻譯過來 赫洛 但是要到英文字庫的時候 他的語音發音才會正常 那我如果講中文 大家好 那你會發現英文發不出來 也就是說 他英文沒有辦法去辨識中文字 那中文可以辨識英文 但是他的念法會直接翻過來 那所以盡量就是你如果講中文 就放中文 講英文就放英文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做替換的功能 因為我們剛剛這邊是手動的 手動的key in 手動找到 按錯了 我打英文單字 他可以找到英文單字 然後他會自動講中文 那這個 他是辨識這個答案 那其實我現在只需要做一個小動作 就是把這個答案 替換成 語音資料 替換過去 那替換完之後呢 我的原本的提問是用這個 那我這個要改成用 錄音的功能 就是我剛錄音的功能 也說我錄音之後 他會跑到這邊 然後去做自動比對的動作 去做自動比對 我們再測一次 獅子 不對 我講錯了 我們還沒有做那個中文的那個 那個 Lion 他就自動幫我們辨識出獅子出來了 那我如果想要讓他發音呢 這時候要把他拿掉囉 那還記得嗎 我們的中文是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就是中文 獅子 那這個是 英文Lion 那我們這把中文 放到中文裡面 然後把英文 放到英文裡面 印上去 Lion Cheese Lion 好 那其實我們今天已經做完了 就這樣子 這今天主要要介紹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哪裡聽不懂的 各位可以把那個靜音解除 有問題盡量問 這個簡報我會放在網路上 你們可以自己去下載 那我們現在做的是英番中 然後如果我要做成中翻音的話 那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這是中文 那你會發現中文裡面 這邊 有 就是兩個以上的意思 那像這種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這樣比對 因為他必須是完整的比對 他沒有幫我做模糊比對的動作 擴充機目擴充機目 直接 下載那個醫學 分享的那個 那醫學會把 社群版給大家 那我現在 稍微做一個小變化 我把這個語音資料 變成搜尋 中文單字表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做到 像這個有分號的那種 模糊搜尋 那我們先找一個比較簡單 像這個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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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情況下 他就可以去做搜尋的動作 可是如果你像這個 第九個 帶著 與什麼一起 帶著 你會發現他一直在搜尋 一直找不到 然後 這個表格有個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把這個表 這個列表顯示的話 他就會一筆一筆找給你看 那如果你想要加快 他的搜尋速度的話 你就把列表關掉 他就可以找很快 你有發現他找到了好幾萬筆 不會停 因為我們剛剛找到了 並沒有在我的裡面 這個 我們找到了並沒有在這裡面 他對他來講 這個跟這個帶著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 停損點 就是停止的地方 好 那 我們剛剛這邊 原本找到 重複指請 直到這件事情 那這時候 我再加一個東西進來 叫做 或 或 或什麼呢 或我的搜尋位置 我搜尋位置最多只到 987筆 所以我就找到 當我的 搜尋位置 大於 987的時候 他也要停掉 那這個時候你要把它 把這兩個 並在一起 也就是說 這兩個條件 只要任何一個條件成立 他都會停止 好 要不要放進來 帶著 你發現他停在 第988筆 他就沒有再繼續了 好 那因為 沒有符合我們要的東西 那 我們如果讓這個程式 再更完整一點的話 我們要再放進了一個東西 叫做 如果 如果 那這個如果否則 如果我的搜尋位置 大於 987的時候 他就要說 查無詞字 帶著 他就給你顯示 查無詞字 那如果 相反呢 他就講這裡了 夏天 夏天 那我們這樣 剛剛的那個 找不到字的問題 就解決了 那 那 這是我們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出題 那 先到這邊 各位對這個程式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各位老師 有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 盡量提問 或者是有疑惑或者想知道什麼新功能 趕快問 趁大神還在 我突然覺得 對著螢幕然後沒有任何聲音 一個人在那邊講話 很恐怖的感覺 我覺得比現場上個還緊張 不會啦 會不會講太快 我是還好 各位可以把你那個麥克風的靜音關掉 好 我覺得講得很棒 好 謝謝 好 那 很清楚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要做變化了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這個只是基本的 那你有人會說 那我這樣就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 字典而已啊 他只有查詢功能而已啊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 音聽練習 音聽練習 那怎麼做音聽練習呢 一樣用這個架構 一樣這個架構 先把他拿到旁邊去 好 那我們搜尋 是用這個 這是搜尋單字的主要的一個部分 那這時候呢 我要出題了齁 所以我應該怎麼樣 還記得我們總共有多少題嗎 987題對不對 這邊有987題 987題 好這時候呢 我就要讓他怎麼樣 一開始設定我的搜尋變數為1到 987任何一個數字 好 你看他隨機跳第461題 隨機跳第627題 就開始做成所謂的隨機出題 好 出題完之後呢 他就出現在在這裡 第580詩筆是什麼 是安德 安德 那如果改成中文呢 他就變成了在什麼的下方 好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做什麼變化 我們可以來做音聽練習 好音聽練習 那怎麼做 我這放進來 因為我知道這是 Under 他會發第584筆的Under 我把他放進來 5 5 5 那 這時候呢 我就要把它顯示出來了齁 所以我要 這邊 我用說的好了 叫說 這個 剛剛是發英文喔 然後給你中文喔 Bite Bite Bite是咬 那這時候怎麼辦 要提問喔 聽 輸入 請問 答案 Nucle FIRE FIRE 那我這邊是不是叫打 FIRE 好 那接下來呢 打FIRE之後 我要做什麼事 我來檢查我的答案 FIRE 是不是我要的 所以這時候 我們叫打 重複執行 如果 否則 如果答案是正確的 如果的答案等於我的題目 那題目在哪裡 題目就是這個 如果答案等於題目 那我就會說 那我就會說 答對了 那相反呢 我就會說 要再努力喔 來這一次喔 來這一次喔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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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SAVE 小鈴鐵 成功的 那这样我就成功的变成了一个 那个评论评论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中文 那我们这时候 再做一件事 制作一个变数叫做 中文提示 叫中文提示 然后呢 我就把中文提示设定为 设定为这个 我本来是用说的嘛 但是它说完之后 又马上提问 所以这个说不见了 所以我让它变成 常驻在变数这里 这说就必要了 然后位置到的 这里 没有 答对了 那我们刚才有介绍过 它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我不懂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所以我前面要再加一个注解 叫做这是中文解释 那这时候我们运用到一开始讲到的 合并 合并谁 合并这个东西 跟中文 写示 放回来 这些其他东西 先丢掉 在的旁边的 那有福语中文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好 做练习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 一个评论了 就是那个教材 所以如果你做之后 你在学校 那他们只要网路 他们就可以 自己去做 音听练习 那这个智库 你可以针对你 现在交的 课堂上的 智库 汇进去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把改成 其他的 比如说我把改成 我把改成 国语或数学 那我只需要把我的 英文字库 改成 题目 我的中文字库 改成 答案 那这样他就可以去做 对应了 我不知道这样解释 各位听不听得懂 那个像凯赫 凯赫 他那一天 他就有做一个 做一个 题库 就是给 各位去练习 假如我这边 我把他清空 好 那我先这边 随便加一笔 好 星期一 第一题 今天星期几 好 那这边改成 星期四 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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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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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MountBuy 正中文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ion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複雜很多 一開始 他會先把所有的鎖影刪掉 然後 這部分他會先提問 這比較複雜 重點在這邊 他會先搜尋 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就是加1 第三個字加2 不過這個如果要介紹的話 可能要再另外再開一個開門課程 因為他這次會比較複雜 那我會把這個檔把這個範本 一樣丟在網路上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再開這一門課 我的天啊 你的天啊 你的天啊 在樓下哪邊 你的天啊 你去幫我問嗎 不好意思齁 我兒子亂錄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沒有什麼需求 趁葵漢還在,有問題趕快問 或是要問那個藝學 因為他們現在增加新功能的速度很快 我在,但是穩定版的部分都是大師們確定可以release的時候才會release 那我另外再打個廣告一下 我有做了一些範例教案 你們在這邊,到Squish這邊直接搜尋我的帳號 U854007 然後這邊有一個工作室 那我做一些範圍在這邊 那假設這個 如果各位老師比較喜歡領域課程的 或做一些類似這樣的領域課程 那你們進來看,如果覺得你想學哪一個東西 那你就跟我預約 那我就,就是在找個時間開課 像我今天做的這個 是三角形 那他就可以 我點 他會自動產生三角形 然後會自動把邊場 還有角度 還有他的面積 全部都把算出來 那如果說你覺得你想要學這個 那你如果自己看得懂 你就直接進去練習 那你就可以直接 進去看裡面的程式 所以說程式都可以自己 都是開源的 都可以自己把它扣回去使用 那如果你覺得你看不懂 想要我解釋的話 或是有很多人想要上的話 那我就針對這個再去開課 因為我做的專案很多 可是我不太知道各位想學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有空就洗一點 寫一點 那我的所有檔案都在這邊 那你們可以自己過來看一下 那有的專案其實很簡單 那其實只要花個一、二十分鐘就可以做完 那有些專案就比較難 那可能就會 就要再另外開一個 演化的課程 那還有另外在我的FB這裡 我有開設一個社團 叫做 今晚誰要去看Q&A 那如果你們對Squatch有興趣 可是你又會卡關 不知道就是卡住不知道要做什麼時候 你們可以把 類似這樣子 把你的問題貼上來 這邊 這邊就會把 我就把問題貼上來 然後下面就會有人去做解答 他可以講說哪邊需要修改 或哪邊要Debug 也歡迎各位老師你們可以到這邊來 不要不好意思發問 任何簡單的小問題 你都可以問 你都可以問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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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還有嘗試 太 increase 各位老師,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OK 我們今天超過25個人要上線 可是我們阿聯教網只有買25個人的帳號 不好意思 有老師在私訊問說 如果想要請你過去演講的話 要怎麼聯絡你 FB給訊 就直接打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來這邊直接跟我聯絡就可以了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好 沒有問題嗎? 好啦,如果大家都沒問題的話 葵仔,你剛剛說你的簡報就放在你的今晚來code的那個嗎? 你怎麼會叫我 他要直接放嗎? 他應該有個連結 我沒有做那個網站 我等一下找個地方把它放上去好了 媽媽 się媽媽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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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等一下把它掛在我們的學校網站 好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那如果有想要开什么课的话 你再跟我讲 我会比较清楚说你们想学什么 好那就谢谢大家 辛苦的葵汉老师 拜拜 拜拜 文笔不好不敢写书 客气了 拜拜 葵汉你的你的笔电你是用笔电吗 我用桌机啊 你的桌机你的解析度是不是很高 对很高 你下次要直播把解析度调低 我没有想到这问题 因为我们其他的人如果荧幕比较小的话 解析度太高我们很小看不到 难怪我自己都觉得看不清楚 然后你要那个按按钮的时候啊 你滑鼠停在上面一两秒钟给我们看到那个按钮 你再按下去 好OK 这样教学会比较清楚一点 太紧张了 因为感觉就对空气讲话用感觉 多几次就不紧张了 没想到居然不够用 什么东西不够用 25人啊 对啊 是啊 麻烦现在我就之后再麻烦你把那个影片 把他丢上去 对对对对 我有录影 好 那就先这样子哦 谢谢哦 拜拜 大家拜拜